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街頭掛仔穿梭2界 父親世家樂樸少爺 腦海當中戴著一本 時靈 時不靈 殘破扶法 且看他在殘酷修仙界中 左右逢源 細早環繰的修仙生活 源著黃小曼 波燕 馬高 修仙狂徒 第四集 母親的身世 葉空也看過幾本修仙類的小說 頓時心裡一起 咦 有靈氣 就去修仙 不管了 出去看看是否真的異世界 這時候葉空也未確定是否真的到了異世界 他跌跌撞撞落了床 穿過擺放著陳舊家具的房間 拉開著那扇斑駁的對開花鈴門 嘩 哇 好大的月亮啊 葉空一拉開門 就被天上掛著的好像桌面那麼大的月亮 嚇了一跳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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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來到這個異世界了 葉空 仰面地看著天空當中的超大超亮的明月 慢慢地走入一個細細的軟落中央 將自己瘦小的身體 沐浴在皎結的銀輝當中 那個聖趙的死靚妹 我收你幾百元的保護費而已 一掌著我打到這個異世界 你用什麼這麼毒啊你 這裡的月亮很圓 這裡的夜晚很靜 這一星無奈的呼號 就驚醒了不少未面的人 陳舊娘剛剛做完馮寶的針線活 吹了眼燈 剛剛要揭開張簾睡覺 就聽到自己的兒子這樣大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趴著小碎布走到門口拉開門 只不過他沒有跑出去 在月光之下 自己的兒子瘦小的身體更顯得單薄 那個仰天長嘆的卑切 一股苦楚從他心底湧上 他耳在門邊 黑暗當中 兩顆晶瑩閃閃的雷珠 就流了下來 如果是我上世作的葉 那就懲罰我了老天爺 為什麼你要這樣對待我胸兒 陳舊娘心裡面是這樣想的 他抹一抹眼角的眼淚 又走回房間 拿起一件略厚的衣服 等他再次走到門口 還抹了一下自己的臉 他很怕自己的兒子見到自己流眼淚 自己的兒子雖然傻 但是非常孝順 空兒 空兒 是不是你發噩夢 半夜這樣大喊 但是吵醒別人不好的 空兒 乖兒 快點回去睡覺吧 陳舊娘走到葉空身後 把這件衣服 披在自己兒子單薄的身體上 葉空出了口氣 苦笑了一下 他在地球上已經二十多了 好像這種哄小朋友的語氣 令他很不適應 媽 不是 娘 葉空本來以為這個娘 會很難叫出口 不過真是叫出來 貌似不是那麼難 不過當他轉頭 他真是嚇到 蛤? 這個就是我娘? 他是人還是鬼? 哎呀 陳舊娘的面上面非常奇怪 甚至可以說是恐怖 用地球的說話來說 就是陰陽面 從他臉的右邊看 是一個上貌清秀的妙條佳人 如果你跟他左邊臉看 哈哈 那臉真的嚇到你晚上 連睡覺都睡不著 左邊臉是一塊大黑巴 黑,黑女透紅 紅裡面還有幾條毛 總之 好像個夜叉惡鬼一樣 葉空剛好站在陳舊娘的左邊 怪不得 爹跟別人都說不喜歡這個葉空 自己白癡就算了 居然 自己是娘是這樣的 唉,天啊 究竟我作了什麼葉 竟然要我穿越到這樣的家庭 麻煩,我想問問 有沒有回程機票買 發現自己的兒子很失禮地看著自己的臉 陳舊娘 用手遮著臉 一邊低頭 躲閃就說 空兒 是不是娘嚇到你 陳舊娘沒有怪罪的兒子嫌她醜 她是一個很自卑的人 連自己生出來的兒子都被自己嚇到 沒有啊,沒有啊 葉空反應過來,趕快擺手 雖然對這個便宜娘沒有什麼感情 但是自己剛才剛剛搞定了別人的親生兒子 現在你再無情打擊這個這麼可憐的女人 葉空自己也做不出這樣的事 她急著收回驚恐的眼神 臉色如常 笑笑口就說 娘,你不要介意 我沒有別的意思 兒不嫌無醜 久不嫌加貧 再說 娘,你這樣算什麼 醜過你的人,大把 葉空剛剛說完 又覺得好像不太對勞 趕快改口就說 不是啊 應該說娘你不醜 你還很漂亮 想想又好像不對 這樣叫漂亮 擺到明是嘩虎自己娘親 娘姐 娘呀 醜…醜一點 沒事的 所謂醜妻家中寶 令老婆跟人走路 人家玩得多,自己玩得少 唉呀 陳狗娘聽到這些話 真的要暈倒 這是不是自己兒子來的 自己個傻子 平時說句話都是脫脫咳咳的 今天突然之間這麼流利 還說那些什麼 醜妻家中寶 美老婆跟人走路 嘩,還知道人家玩得多 自己玩得少 難道她康復 陳狗娘有這樣的想法 但她自己又不敢相信 趕快又重新審視自己兒子 她很驚訝地發現 自己兒子的笑容 好像沒那麼傻了 接著她又看到她的眼 清澈而明亮 竟然還有一絲狡猾 陳狗娘心中一驚 自己兒子好像真的不傻了 但看起來怎麼會有一種陌生的感覺呢 其實葉空也心虛 發現陳狗娘不停看著自己 心想 肥婆婆婆婆賀鬧夜 看什麼看 跑了個傻子 現在換了一個冰雪聰明 煙盡瀟灑的 你就撿到了 當然 葉空是心地想的 嘴巴不敢說 趕快笑著說 娘 你覺得今天胸兒和以前不同嗎 你不需要擔心 我依然是你的兒子 儒家包換 至於為什麼有不同呢 因為我今天晚上的時候 發了個夢 有個白鬍鬍的老人說 從今天開始你就不傻了 於是我就康復了 她說 娘 你不要哭了 聽著自己的兒子 這麼流利的語言 陳狗娘已經淚流滿面 因為她實在太開心了 這是開心的眼淚 幸福的眼淚 說回陳狗娘 陳狗娘是個苦命的女人 自小因為自己的樣子醜 家裏又窮 兄弟姊妹特別多 所以從小 未過過那一日好日子 雖然說她的樣子醜 但是她做得很真善 特別是做刺獸 做得相當好 瘦出來的花草如蟲 可以說是許許如生 一個女人 再善良 再守巧 你這個樣子也是沒有人要的 再加上蒼南大陸有沒有整容醫院 這樣的樣子 倒鐵給別人 別人都不會要 於是陳狗娘到了18歲 依然未婚 18歲在舊時候 算是大齡青年 找不到夫家 又不能夠在家裡白吃白住 所以陳狗娘一有時間 就幫人做針線活 雖然她感情生活一片空白 但工作反而順利 守巧又不怕捱苦 一來而去 得到了鎮南將軍府的賞識 葉家老太太 就要陳狗娘每天去到將軍府幫她做刺獸 這樣就從臨時工 變成正式工 雖然日子不可以說越來越好 但也算充實 不過這個女人 也真是夠黑仔 原本好地地做事 某日中午 這個鎮南將軍葉浩然喝醉酒 又不知道她為何突然走到獸房 剛好陳狗娘在獸房做自己的事 又剛好葉大人在右邊看到這個小娘子 那時候 葉大人正是年輕得志 戰功顯赫 追眼朦朧的葉將軍一看到 這個獸娘的樣子不錯 不錯 跟著走後衝動 就不理得你願不願意 拉著這個陳狗娘 走後糊塗 就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誤 等到葉大人醒來 看到懷中的女人 那個好像車禍現場的樣子 心裡的厭惡可想而知 本來一個將軍 玩一下也不算得什麼 但誰知道這次 竟然這個陳狗娘 幼了 十月懷胎 肥肥伯伯的葉空就這樣誕生了 葉浩然她媽媽還特別喜歡她 於是 陳狗娘時來運轉 正式住入葉家 當然 地位肯定是沒有的 三妻四妾都輪不到她 更不要說重行 葉浩然見到她的樣子 嘩 腳都震了 有需要就變成沒有需要 不過這樣對於陳狗娘來說是不錯的 有套自己的獨立院落 有兩個丫頭給她用 還有一些碎銀 作為普通人家的女子 也足夠了 只不過有句話說得好 腹無雙至禍不單行 不久之後 老太太就嫁學西遊 大太太早幾年也沒有了 當家的人成為了心胸合宅的兒太太 於是陳狗娘的女子被人調走 銀量也越來越少 但送過來要她做的刺繡 越來越多 慢慢陳狗娘 便淪落到一個人下人 開始 葉浩然看在自己的兒子的面上 還會說幾句 但葉空大過了 葉大人很驚奇地發現 自己的兒子不單止說話說得不好 連頭腦也不太好 於是就失望了 再也不會理這對苦命無止的事 很快 陳狗娘從下人變成不如下人 以前做下人 只是幫自己主人做刺繡 現在連那些家丁丫頭 馮馮馮馮的工作都送過來 就算是陳狗娘任勞任怨 都要從早做到晚 總之 這個女人很慘 基本上一生人都未曾過一個好日子 自己的樣子醜就算了 還生了個白癡仔 在大院當中 也受盡人白眼欺凌 背後的嘲笑 當面的雜罵 街頭刮仔穿梭二戒 附身世家樂坡少爺 腦海當中帶著一本 時靈時不靈的殘破腐法 扯汗 他在殘酷修仙界中 左右逢源細祖環固的修仙生活 原著黃小曼 播演馬告 修仙狂徒 第五集 惡奴 陳狗娘基本一生人 都未曾過一個好日子 自己的樣子醜就算了 還生了個白癡仔 在大院當中 也受盡人白眼欺凌 背後的嘲笑 當面的雜罵 但突然之間 天開眼了 兒子一覺睡醒 竟然不傻了 所以說幸福來得太突然 他只能用淚水來表達 娘啊 你不要哭了 烈胸有點亂 一般男人都怕女人哭 他也不理我 胸兒 你真是好了 娘就是開心 開心 開心就好了 熱胸都覺得自己的鼻是酸的 伸出自己對手 幫陳狗娘抹去面上的淚水 並沒有躲避那個黑熊的疤痕 娘 你放心吧 我一定會為你治好面上的黑疤痕 我一定會為你治好面上的黑疤痕 陳狗娘覺得兒子在安慰自己 抹了抹眼淚就笑著跟他說 那娘就等你大過了幫娘醫了 還沒大過都可以 葉空相信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陳狗娘又不想兒子為了幫自己治好面 而擔悟自己前程 以前傻就算了 現在不傻了 總要摘文練舞吧 他笑著說 不急的不急的 反正娘都被人看慣了 那怎麼可以 從今以後 你就是我娘了 以後 誰再這樣看 我葉空 一定會打到他媽媽都不認得 你這個傻子 又說了這樣的說話 怎麼可以因為人家看了 要打人呢 陳狗娘聽她說得好笑 就笑著教訓她就說了 哼 因為他們是五行謙打 葉空說著說著都笑了 接著她扶著陳狗娘就說 阿娘 我們進去說吧 以前是諧嫌之學習 現在很多事情都不明白 想去你請教 陳狗娘聽到兒子說話 越說越流離 還聞周周 心裡那種開心 簡直好像中了五百萬 就正當葉空和陳狗娘母子相見 越下談心之時 旁邊屋 都有一男一女 拉開了這個帳簾 點起油燈 那個男人是四十幾歲 他一路走一路罵 三更半夜 哪個鬼殺不吵 我剛打完三更回來 想睡個安穩覺也沒有 好啊 接著又聽中年婦女罵 嘻 不就隔壁屋那個女鬼和傻仔 讓我罵他們兩個才行 哎呀老四啊 你笨啊 你這樣罵啊 他們停了 我們是沒有好處的 那個叫老四的中年男人 不明白就說 我們還有好處 那個中年婦女 一胎的男人就罵 嘻 你怎麼這麼笨的 管家業財 每個月都貪那些銀兩的 就連善訪的馬姐 都隔幾天就要敲她筆 就是你才這麼傻 老闆一聽就明白了 笑著口就說 嘻嘻嘻 都是我們家老婆精明 我是敲她筆 這麼醜的女人 還有個傻仔 要些銀兩有什麼用 還不如讓我們家小三找武師 老四的老婆 看到男人開竅 哼 你這個死佬 終於開竅了 快點回來 那你等著我 三步並作兩步 老四就衝過旁 衝著要入屋的業空 娘母子就大喊了 喂 我說你這邊搞什麼 三更半夜 給不給人睡覺 葉空抬頭看過去 只見從院外走入一個 只是家丁那樣的人 四十幾歲 衣衫不整 看起來好像剛從皮鬥裡爬出來 葉空從全城的記憶當中 很快找到這個人 這個人的名字叫李老四 在家裡 房管事 就住在旁邊 似著是二太太的遠房親戚 平時 對她兩個都嚇嚇罷罷罷的 陳狗娘聽到之後 趕快上前陪禮就說 啊 是李管事 對不起 空兒 剛剛神之正常 忍不住就開心地叫了一聲 真是對不起 哼 日光日白見到你的樣子 晚上還要鬼叫 那個白癡仔 除了懂得吃之外 還有什麼正常的 李管事 你放心 以後不會的了 不會的了 陳狗娘不斷作一道歉 但是李老四見不到銀兩自然不會停 又大喊地說了 你以為我容易嗎 半夜在你打工 暗房地被你吵醒 聽一句這樣說 陳狗娘就明白 這個人是要來敲詐了 但是 也敲詐也太沒道理了吧 自己孤兒寡母 唯有是花錢燒災 陳狗娘每個月的銀兩 本來就被黑扣無幾 自己又不捨得用 最後呢 還要被身邊的人 敲詐得一乾二脆 現在到月底了 他手頭都緊張 在衣袋裡摸了半天 先摸了個小銀釘 但是在李老四手上 李管事 我們孤兒寡母 所以 都麻煩你了 這些只是小小意思 哼 不是孤兒寡母 我也不會欺負你們 李老四哼了聲 手頭碰一碰的銀兩 有點不滿 心想 銀兩太少了吧 就雞碎那麼多 想打發我走 李老四搜一張 把我訂小銀訂 訂到陳狗娘面前就罵了 明天一早 我就稟布兒婆婆 說你們半夜圈話 吵到人家無法入睡 把你們趕出將軍府 陳狗娘心急 他們兩母子無依無靠 細度艱難 如果出了將軍府 只會更加淒慘 這些是他最擔心的 但關鍵手頭 真的一點錢銀都沒有了 李管氏 這些銀兩你先拿著 就當我欠你的 等上面發了月前 我就還給你 陳狗娘急 收起銀 塞給李老四 又不斷地作譯 還差不多 李老四把銀兩收起 惡狠狠地說 姨娘呀 是 是 姨娘 李管氏你慢走 陳狗娘鬆了口氣 心裡又煩惱了 離發月前還有好幾日時間 身上一分錢都沒有 日子要點過才行 李老四的目的達到 正在得意洋洋轉身就走 但他轉頭 然後 就見到一向癡癡癢癢的葉空 拿著一塊磚頭 在院的門口等著他 葉空當時火冒三丈 憤怒的火炎 在空中激動 好像隨時噴薄而出 太過份了 就算是地貓流氓 都沒有那麼過份 就因為我晚上喊了一聲 哭了兩下 就要被人敲詐 還有沒有天理呢 更過份的是 明知道自己家裡已經沒有錢 還要預約下個月的月前 你們畜生 有沒有想過 我們梁母子沒有錢怎樣生活呢 是不是真的要被人逼死呢 他初來貴地都知道他低調 也知道衝動是魔鬼 更加知道退一步海闊天空 但忍氣吞聲不是他的性格 這樣的事發生了 再忍就變成忍者神龜了 放下銀兩 對我娘道歉 如果不是 你不要怪我不客氣 時空好像回到漢政街 他站在那裡 一下一下地拋住手裡的磚頭 眉眼上都是一些鄙視的木光 臉上還有一絲冷酷的笑容 蛤? 李老四被今日的業空搞到一驚 心想 他說話說了流利 脾氣都大了 難道真的不傻? 不過就算不傻 又怕他什麼 只不過是個年輕人 不傻又怎樣? 李老四反而不怕 冷笑就說 還真是不傻 真是把自己當是少爺 這樣跟我說話? 小心一會 打到你媽媽都不認得 李老四本來以為 只不過那個年輕人拿著磚頭 虛張聲勢 不敢真的出手 傻仔都知道 打狗要看主人 那個傻仔 以前看人家劏雞 都說雞很可憐 現在拿磚頭要拍我? 真是落得到手才行 誰不知 原來葉空用磚頭拍人 是他的強項 捱過磚頭的 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個 根本沒有下不了手的說法 想都不想 磚頭就出手了 啵的聲音 這個磚頭毫無懸念 拍到李老四的臉上 打到他爬的聲音 被血腸流 街頭掛仔穿梭二屆 父親世家樂坡少爺 腦海當中帶著一本 時靈時不靈的殘破扶法 且看他在殘酷修仙界中 左右逢源細祖環固的修仙生活 原著王小曼 播演馬高 修仙狂逃 第六集 打人 李老四被葉空 一塊磚頭拍在臉上 打到他爬了聲 鼻血腸流 李老四嚇到 趕快蹲下 捏住鼻子 胸兒 不要啊 陳九良何時見過 鮮血淋漓的鬥歐場面 嚇到趕快跑過來 拉著葉空 娘 馬善被人騎 人善被人欺 你越是軟弱 這些惡奴 越是欺負你 我要讓他們知道 從今這個大院裏 多了個不可以欺的惡人 說完之後 葉空推開陳九良 照著蹲在地上的李老四 向著後腦又是一磚 李老四一聲慘叫 腳一軟就跪下了 嘴裡還大喊 白少爺 不要打 不要打 盡人命啊 道歉 我道歉 道歉 李老四被他拍了兩磚頭 早就打得傻了 只是覺得自己面上頭上到處都飆血 見到葉空又要再拍下來 趕快抱著葉空的大腿 哀求就說 白少爺 是老奴我不開眼 求白少爺留老奴的狗命 早點會這樣說就不用被人打了 狗奴才 葉空殘忍地笑著用板磚拍著李老四的嘴 說真的 葉空這個時候的樣子 令到李老四覺得真是可怕 是 老老 以後都不敢了 李老四邊說邊從衣袖裡拿出那筆銀 不過他心裡 就痛恨葉空梁母子 他心想回頭一定要告訴二太太 讓二太太來收拾你們 但這些想法又怎會瞞得著葉空才行 然後葉空就說 告訴你 我現在不怕你 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是做什麼的 我是流氓來的 誰惹我 我和他拼命 記住了 我就算惑得再差也是姓葉的 你想向你的主人回報 想教訓我 除非葉家死絕了 空兒 算了 算了 娘怕 陳狗娘又抱著葉空的肩 怕他落手太重打出人命就不好了 爛呀 葉空一句出口 李老四掩著臉就不敢回頭奪方而逃 陳狗娘嘆了口氣就說 唉 空兒 你這樣激怒了將軍 那以後怎麼辦 葉空打完李老四 心裡痛化得多 不過他又想到 李老四肯定要回頭找人來報復 而自己只是一個十二歲的少年 又怎樣能夠對抗狂風暴雨呢 唯有是令到自己變得更強 將所有欺負自己的人都踩腳下 葉空堅定了信心 既然來到這個異世界 就好地做回事業 絕對不能丟掉地球流氓的假 不斷的 姨太太 你真是要為我們家老四做主啊 你看看他的樣子被人打成怎樣 傻仔太過狠毒了 第二天早 天剛剛亮 李老四就在自己老婆的帶領之下 去到姨太太的房間哭訴葉空的空殘行徑 哼 被個傻仔打 姨太太一聲笑出來 指著跪在地上李老四就說 哼 不是呀 姨太太 姨太太 那個小孩不傻了 說話還好流利 打人呀 說打就打 真是不像以前那個喜歡傻笑的白癡仔 聽她娘說 她一覺睡醒突然之間就好了 姨太太聽到葉空不傻了 還有些不太相信 她就問了 她都傻了十幾年了 為什麼說好就好呢 李老四又扶著自己的頭就說 啊 是呀 她真的不傻了 姨太太 你要跟姨太太 姨太太 你要跟姨姨作主 姨姨去制止他們半夜圈罵就被她打成這樣 那個死仔包 真的太過無法無天了 李老四當然不會傻到說自己跟陳狗娘要錢的事 相反為了激起姨太太的火氣 她又說了 唉 那個醜女人 看到自己的兒子行兇都不阻止 她明知老奴我是姨太太的人 看得明是藐視姨太太來 他們打狗都不看主人 真的 姨太太就比較好面子 一聽到這句話 頓時有點老修成怒 只不過她也不是無腦的人 因為陳狗娘一向都是老實本分 不敢做什麼出格的事 她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到現在都不相信 那個傻仔怎麼會說好就好呢 這件事我自有主張 你們先回去吧 去櫃桌上拿二兩銀去醫箱吧 李老四的老婆聽說有銀兩 心裡大喜 只不過這些銀兩 是用自己男人的血換回來 謝姨太太 李老四和他老婆都扣了頭 然後退出門去 姨太太思索了一陣 叫了自己的貼身丫鬟小熊過來 小熊是她的大丫鬟 年方十五歲 已經生得秒挑動人 更加重要的是 小熊聰明伶俐 辦事都扮得妥妥貼貼 剛才李老四的說話 你怎麼看呢 姨太太開口就問小熊 老皮都不相信傻仔會這麼快好 平時她見人就傻笑 人家用石頭釘她 她都不懂避 九成是李老四想她敲詐陳九娘 自己不小心跌倒 才前來借題發揮 這個小熊真的相當聰明 眨眼就能分析出眉目 而太太顯然更加相信小熊的分析 不過又覺得李老四不敢欺騙自己 於是吩咐小熊 你去那個醜女人那裡看看 親眼確認一下 那個傻仔是不是好回來 小熊認了吩咐 慢著連步走了出去 小熊出了門 而太太心想 無論這件事是真是假 最好能夠借著這件事 把那個醜女人趕出業府 哼 這麼醜樣 還想住在我的業府 真是刁殺了業府 這個時候 葉空只躺在陳九娘的床上發呆 昨天晚上發生的事 依然令他覺得有點累 跟自己媽媽聊聊聊 竟然睡著了 不過借著聊天 葉空也是很有收穫 令他知道了安國 或者說蒼南大陸 這個蒼南大陸還沒有輕民 想出頭 就要跟自己爹葉浩然一樣 練得一手很無藝 然後才能夠重軍入朝 成為一個受尊敬的體面人 葉空又問這個蒼南大陸到底有多少人口 蒼南大陸之外是什麼地方 到底有沒有神仙等等等等的問題 陳九娘就答不了 因為畢竟他沒有什麼見識 在將軍府裏做次仇 已經佔用了大部分的時間 哪裡知道這些八卦的消息才行 安國的消息也知道得不多 而外圍的消息 就更加知之甚少了 不過神仙這件事 他反而是聽人說過 聽人說 見到一些搭劍飛行的仙人 從南都城的上方飛過 但他沒有親眼所見 都是根據大家的傳說 仙人是有的 至於有多少在哪裡 就不得而知了 早晨一醒過來 葉空就躺在床上 仔細地想 現在最主要的 就是如果生存下去 在這個從上武力的世界 要安生立命 就有強悍的實力 有實力才能出人頭地 否則只能夠任人欺凌 雖然自己爹是將軍 但貌子靠不住 況且葉空也不願意 將命運交給人家掌控 更加不願意依靠人家而生存 所以變強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 在地球 葉空是個人見人秘的流脈 雖然打架打得不少 但他只是耗勇鬥狠 從來都未曾學習過武功 真正遇上高手是根本打不過 他想想自己有沒有其他本事 但事前上後 發現自己什麼本事都沒有 又不懂得做槍做炮 講文了 也記不到幾首詩 講武 他的三腳貓功夫 連葉浩然一巴掌都頂不住 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原來這麼沒用 和白癡沒有什麼分別 究竟要怎樣才能令自己變強 採旁邊的陳九良 雖然一直看著刺繡 但眼睛就斬都不斬地觀察著自己的兒子 他有點擔心 自己的兒子會不會好一晚 第二天又固態伏蒙呢 好嗎